为了让部落有个良好的休憩空间 意愿使清水也特别邀请村长 原民局相关人员前往现场会刊 而由于该用地过去是台大石燕林的工作站 现在这块地却毫无用途 希望能够将它建立一处地标 吸引游客前来 我们罗纳村最上面有一块地 是由台大石燕林的现在使用 它的名目是工作站 但是这个工作站很早就被烧掉了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没有工作站 也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来管理 我们罗纳村希望把它成为我们罗纳村的一个地标 让我们游客往上面走这个步道 罗纳村村长表示 为了推广地方的观光旅游 希望在建立地标后 可以提供一个游客及地方居民的休憩平台 因为我们部落现在慢慢就是要做一个 比较就是要做一个发展观光的一个事业 但是我们希望那个地方就变成部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地标 就是说结合宗教文化 这样让游客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休闲 或者是让我们当地人也有一个地方 一个很好的环境 很好的一个地标让我们也去休闲 这样的话也可以美化我们的部落 也可以带来我们部落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光的发展 一个事业 问题是该地的使用权限归台大实验林所有 因此议员使清水希望相关单位建设休憩场域 并且展示布农族的传统图腾 供游客们欣赏 所以我希望我们台大实验林 能够体系我们罗纳村每一个乡亲的期望 能够在那边做一些设施 像休憩的地方还有放置我们原住民的图腾 还是文化 让我们的游客从走这个步道上去以后 让他们可以到我们布农族这个地方 来了解我们的地方文化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支持原住民族特色的观光旅游 将台大实验林的用地重新活化 带动部落的观光发展 民意新闻洪家宴 信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